心驚膽跳 開過筆車還大的陸石區 到這裡終於能鬆一口氣 遠景站在花蓮和環派出所的管制口 一一登記放行 車內駕駛乘客在花蓮天翔受困多日 道路一搶通 趕緊逃離 親眼目睹山崩溫移新有季 受困一群人當中 還發現前立委王世勳也在其中 從六號五間開始 陸續有汽機車抵達管制站 眾人當時受困花蓮天翔 由於東向路不通 只能從搶通的中橫西端出去 先到花蓮和環鎖 再繼續前進大雨嶺 先接台十四甲到武嶺 跟著下山到清淨往埔里 最後結果到六號 不過光從花蓮天翔到和環鎖管制站 就花了四個小時 他們這些人有的要回去 然後就要找那個希臘人 要跟他感謝啊 剛好山東口有個檢觀塔 這些人他先救 然後山東裡面他又跑進去背出來 那軟體已經不能走路了啦 然後最後他衝出來又四點多 然後又衝過去 又要救另外五個 蔡爾晃大使的希臘女婿 英勇在白洋步道 一人救了五六人 被他搶救的民眾離開前 緊緊擁抱忍不住落淚 感謝他救命之恩 受困之路雖然漫長 不過與百人也總算是平安 力竊歸來 三立新聞吳坤宇南投報導 新加坡籍夫妻開心自拍 合影紀念出遊風景 但這回來台自由行 卻碰上花蓮強陣 至今還失聯找不到人 民宿業者報案 警方鎖定兩人行蹤 查到地震當天上午六點多 兩人分別穿深色 及紅色短袖上衣 出現在花蓮轉運站 搭乘三一臨次 太魯閣觀光巴士 同班車共有三十一人 途中經過十九站 預計八點鐘抵達終點天翔 而在燕子口及天翔站 一次都超過十人下車 無法確定這對新加坡夫妻黨 到底在哪一站離開 新加坡是華人 看起來是跟我們台灣是一樣 所以他不是很有印象說 人是在哪個地方下車 他們有一套 他們自己的技術設備 還有他是有一些索碼 必須這輛車開回 吉安區總部那些地方 透過相關的一個技術程式 才可以把這個病打開 車內影像調不到 需要解鎖 但道路中斷 巴士還在天翔 根本開不下來 夫妻黨手機沒有通訊 靠定位查詢也沒有下文 他們的新加坡的行動電話 我們也去利用那個緊急定位 但是呢 在可能因為也是收訊的關係 或是因為他是沒有電話 是關機的情況下 所以電信關係回復 也是都沒有相關的訊號 初步靠社群媒體力量 在網路求救 發文協詢家屬 提供更多線索 目前已經聯繫上夫妻黨的姐姐 由警方協助更新搜救進度 三連新聞 旅燕 張伯偉 增加宣 花蓮報導 花蓮強震第四天 搜救隊員出動要前往天翔 準備接回滯留在精英飯店的民眾 但天氣狀況不佳 霧萌萌一片 雲層又厚 搜救隊員挺進 總算是一趟又一趟 把民眾接下來 在搜救隊員殘扶下 民眾緩緩走下直升機 平安歸來的喜悅 藏也藏不住 還有民眾特別像搜救隊員致謝碰上強震滯留在山區 而這回跟著從山區平安撤下來的 還包括三名外籍人士 六號當天總共從天翔平安撤出55人 由於精英飯店 勞弱富盧多先行撤離 而另一頭位在天翔的西寶國小 特搜員員攜帶大量物資進到學校裡頭 確保師生物資充足 不過由於西寶國小內有名懷孕的老師 以及一位身體不適的學生 先接駁到了精英飯店 預計七號貼後許可 就可以接回西寶國小44位學生 以及14位老師 受到長正影響 刪取網路中斷 也要受困在天翔的民眾飽受驚嚇 救援人物不停歇 搜救隊員卯足全力 要協助受困民眾儘快回家